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款爱马式围巾的织法 这条围巾适合5到6岁以下的小朋友带 长1.25米宽16厘米左右 这是洗过之后的尺寸 围巾用的毛线是编织人生品牌毛线店里的02号米白色云宝宝毛线 双骨织一共用了6团 这款毛线是超细美丽怒羊毛 是最软最细的羊毛 非常适合织儿童的衣服 用到的工具是4.5毫米和5毫米的环形金针各衣服 还有两个麻花针和缝衣针 首先看一下围巾的结构图 围巾的两头是八旁单螺纹 中间部分是锁连环花形 一共18个锁连环花形 我们看一下围巾 中间的这个花形 横向一个个锁链形成的环套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这个花形是8帧 14号一个花形 一共排了4个花形 花形之间是2帧上帧 隔开的 加上两头各3帧上帧 一共是起44帧 围巾的起帧和单螺纹的织法 没有什么难度 第一步是起帧 用4.5毫米的环帧 我们单螺纹起帧法 起44帧 首先用双骨云宝宝 我们可以用两团线 每团抽一骨 也可以用一团线 里面抽一骨 外面抽一骨 先绕一个活节 穿在金针上面 左手拿好 这一针作为上针 右手再拿针的另一边 在这一针里面 织一针下针 作为第二针 然后把针从后往前 插入第一针和第二针的间隙里面 织一针上针 第四针从前往后 插入第二针 插入第二针和第三针里面 织一针下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起44针 起好针之后 织八行 单螺纹 单螺纹的第一行 第一针 一到右边不织 第二针之上针 第三针之下针 然后就按照上针下针 之单螺纹 直到最后 第一针最后一针之上针 第一行最后一针之上针 第二行 第一针是下针的滑针 把线放在后面 然后移到右边不织 第二针之上针 还是按照正常的单螺纹来织 第三行都正面 第一针还是滑下来不织 先放在后面 然后第二针之上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织八行单螺纹 八行单螺纹织好之后 换五毫米的针 织索连环花形 我们第九行和第十行 就按照图解来编织 需要注意的是 第九行的第一针之滑针时 线要放在前面 因为它是上针的滑针 把线放在前面 然后滑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之上针 然后按照图解 直到最后 先制八针下针 然后是中间的两针上针 然后再制八针下针 两针上针 八针下针 再两针上针 八针下针 最后还剩三针 全部之上针 第四行到反面 注意图解上的符号 是正面看到的情况 我们是片支 双数行的符号 是反过来看 第一针是下针的滑针 再支两针下针 八针上针 接下来就按照图解枝 直到最后 第十一行 第十一行 我们开始扭麻花 前面十三针 先按照图解枝 第一针是上针的滑针 先放在前面滑一针 再支两针上针 然后是两针下针 然后是两针下针 四针上针 再两针下针 再两针下针 两针上针 第十四到二十一针 一共八针 扭麻花 先把这八针分成三部分 左边两针 中间四针 和右边两针 先把右边的两针 穿在麻花针上 中间四针穿在另一根麻花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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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右边的两针放在后面 中间四针放在前面 左磅针和右磅针的针数 放在麻花针的中间 我们先支左边磅针上的两针下针 再支中间的四针麻花针上的针数 全部支下针 最后支右边的两针下针 最后支右边的两针下针 这样一个麻花就留好了 接下来两针上针 两针下针 两针下针 四针上针 两针下针 再两针上针 下面开始支另外一组麻花 也是和刚才一样 先把右边两针移到一根麻花针上面 再把中间的四针移到另外一个麻花针上面 右边的两针放在后面 右边的两针放在后面 中间的四针放在前面 左边和右边的针数放在中间 然后我们先支左边的 左边支两针下针 中间 再支中间的四针下针 最后支右边的两针 最后支右边的两针 下针 最后还是三针全部支上针 最后还是三针全部支上针 第十一行就完成了 维巾的支法就给大家示范十一行吧 大家支维巾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一是每一行的第一针全部支划针的 下针的划针先放在后面 上针的划针先放在前面 二是麻花的支法 麻花顺序不能放错了 其他按照图解来编织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到一直编织 支到最后 我们从围巾的边上数 数这个锁链 一共有十八个锁链环 就可以了 锁链环支好之后 我们再换四点五毫米的针 支围巾 另外一头的八行 当然你也可以支的更长 如果想宽一点 大家可以换更臭一点的针 支锁链环花形 比如六毫米的针 或者增加锁链环的花形 我们再织八行蛋肉纹 给大家示范一下收针 比如我们八行蛋肉纹织好之后 就可以收针了 收针用缝一针混合 留出围巾宽度的三倍长线头 穿入缝一针中 首先依次按照这个方向 插入第一针和第二针中 拉紧线 拉紧线 然后缝一针放在前面 从第一针的内侧穿进去 从第三针的内侧穿出来 下针和下针缝在一起 拉线的时候 不要拉得太紧 也不要拉得太松 接着缝一针放在后面 从第二针 第二针是这个上针 从后面穿进去 再从第四针的外侧穿出来 上针和上针缝在一起 穿过的一针 穿过的一针 我们就可以把它从棒针上退下来 接着 我们再从第三针 穿进去 从第五针内侧穿出来 下针和下针缝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缝 然后我们再缝 第四针上针 从第四针的外侧穿进去 第六针的外侧穿出来 上针和上针缝在一起 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缝合到最后 我们再缝合到最后 把针分别从外侧插入倒数第三针上针的外侧 和最后一针下针中 拉紧线 边上我们可以再缝一针 在围巾的边上 再缝上一段 把线头藏在围巾的边上 最后剪断线头 起头的线头也用勾针藏在这个边上 围巾就编织完成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完成! 完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